经文组合小房子 消除我二十多年身体顽疾 积极共修 助我学佛之路更加顺畅 学佛前 我的身体非常不好 近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求医问药的路上 什么办法都是了 中西医 针灸 理疗 刮痧 拔罐 吃营养品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冒了多少风险 记得在一个小诊所针灸 一位胆大的医生 给我头部扎满了针 包括太阳穴 他说 扎时间长点效果好 让我带着针回去 第二天早上自己拔 第二天早上自己拔 于是我带着满头的针 像个天线宝宝一样 走在回家的大街上 当时那回头率 可是百分之百呀 这样扎了 这样扎了几天 终于有一天早上 我在把太阳学部位针的时候 先写顺着针 哗哗地往下流 把我吓坏了 从此 我告别了针灸 那时的自己 整天无精打采的 像个活死人 也正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机缘巧合 我于2016年走进心灵法门 从未接触过佛法的我 遇到心灵法门后 被深深吸引 并且深信不疑 也深信因果 明白了因为自己 在前世和今生造的业 导致自己承受现在的果报 因此 从学佛的第一天起 我就没有懈怠过 上班时间 每天只要一有空闲 我就拼命念经 一天念七张左右的小房子 有时也会念十张左右 四年来 念了小房子有一万多张 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原来身体多处疼痛 深深体会到 身体没有疼痛就是幸福 求医问药二十多年 没解决的问题 一万来张小房子 让我得到了解脱 如果我没有学佛念经 这几年不知道 还要再花多少钱 再冒多大的风险 我亲身验证了佛法的真实与伟大 佛菩萨的佛力无边 遇到心灵法门 让我相见恨晚 学佛念经之后 让我明白了 万般带不走 只有念随身的真理 明白了 只有修行 是可以真正带走的东西 事事无常 要抓紧时间修心呀 想通放下后 我在2018年 毅然申请提前五年退休 虽然工资少了许多 但我得到了身心的自在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包括领导 同事 家人 都说 好好的工作你不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面对诸多不解 我都是一笑止之 我们只管付出 不问收获 菩萨会为我们 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 感恩菩萨慈悲 让我儿子和儿媳 去年研究生毕业后 双双在长三角地区的 二线城市 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并且都是省级单位 他们的工资 比我多了近十倍呀 要知道 现在花钱找工作的人 大有人在 而我 因为精进修行 菩萨慈悲 在孩子找工作的事情上 我没花一分钱 为我 节省了很多精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 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师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的修行方法 那就是共修 自修就是自己得 但是自修的话 就怕碰到问题 修不下去了 没人帮你解释 因为 十部之内 必有芳草 三人之中 必有我师 在师兄们的推荐下 我加入了共修 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 在这里 我收获太多了 我发心 愿意不失出自己的时间 把这种正能量 传递给更多的师兄 让他们也能受益 每天看到师兄们的授意分享 真的是 法系充满 自己按下决心 一定要跟上师兄们的步伐 绝不能掉队 我被我们共修的年轻师兄感动着 他们有几位带着孩子 还在坚持 所以 我也要忘掉自我 利益众生 不会分享 就多做笔记 加强记忆 抄一遍记不住 再抄 我的笔记记了好几本了 最初的时候 心还是不能完全放下 还是有私心杂念 认为耽误了念小房子 导致小房子没念到位 共修时 脑子也懵懵的 后来 在一次共修时 听到师兄分享 学佛不能一心二用 要活在当下 用在当下 这段话 让我幡然醒悟 共修时 我会专心致志地 听每一位师兄的分享 再无私心杂念 现在 我念小房子的速度 明显加快了 一天又可以念几张小房子了 身体轻盈了 脑子也越来越清醒了 走在自度度人的学佛路上 每天发喜充满 感恩师兄们对我的帮助 更感恩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 通过共修明白了更多的道理 让我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深知 修行没有捷径可走 不努力是不行的 现在 我每周十场以上的公修学习 与精进的师兄们在一起 学佛修心 让我受益匪浅 师父开示 一个人要不断地精进 精进能够克服自己的懒惰心 精进的人可以忘记自己的烦恼 精进的人可以把自己过去 非常惭愧的事情慢慢都忘记 精进的效果非常好 我深知自己人生已过半 今生德文佛法实属不易 余生要好好珍惜人生 珍惜菩萨妈妈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珍惜佛法 珍惜师徒缘 好好学佛修心 师父告诉我们 平安就是福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 因此 我们需要把未雨绸缪 作为一种习惯 需要一份随时随地 为我们保驾护航安宁的守护 让我们在风险发生时 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处理 这份安心的守护 来自于佛菩萨的慈悲救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 只要我们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佛菩萨一定会慈悲保佑我们 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心灵法门 真的是末法时期 最灵验的法门 谁修行 谁受益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